超市三三夏日爱健康计划 由我陈思涵 iSTART 夏天急拼预防怎么做 晚上八点 请你跟我这样过 让你夏日生活好周到 夏天不看连续剧还能看什么 晚上九点 女人好心力陪你上山下海聊通海 夏天食欲不振怎么吃 晚上十点实在有健康 教你夏天吃出好健康 我是陈思涵 今年夏天陪你一起爱健康 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超级食物除了豆类还有一个 一定要介绍一下 就是梅类的食物 很多人都知道像是什么蓝莓 红莓 葡萄 樱桃 草莓 这都算是梅类食物 这也是超级食物的一环 好了 跟梅类有关的题目请看 来 我们来看看 尤其是大家说 吃蓝莓和强化视力 保护眼睛有关系吗 来 选择请选择 叮叮 好 这个正义心就大了 有没有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好像也不太清楚到底她是干嘛 好 来举举 她有一阵子在国外非常非常流行 然后因为我眼睛不是很好 常常就是会不记得的人 然后我朋友都觉得 那个跟眼睛没有关系 是没有关系的问题 那是脑粒的问题 这是明明嘴一看 才看到这个人 然后我就会想她是谁 然后我朋友都觉得 我眼睛有问题 就叫我多吃蓝莓 然后我就有开始上网查 就真的蓝莓对眼睛有帮助 然后延缓老化是不是 她跟老化也有帮助 而且我跟老化也有帮助 所以也许有多吃一点以后 更年轻的老化也不会出现 就比较不会出现 对 好的 来 波娟 我觉得没什么效耶 因为之前也是听人家说 你吃不够啦 不是太少了是不是 我真的听人家说 蓝莓对眼睛很好 然后我就是吃了一阵子的蓝莓定 就是那种保健食品那种 夾工过的 对 吃了一阵子觉得好像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是吃新鲜的耶 我都会去大卖场买一大盒 然后每天吃几颗一直吃 几颗而已 是啊 一天 每天就抓一把吃几颗 就够了 那这个浩蓝莓 蓝莓我之前吃蛮多的耶 我也没有感觉到我的肌力 我好不到 那你吃它是为了什么 吃蓝莓为了什么 我是为了漂亮 因为我觉得蓝莓 那有效果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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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美 他到现在你看两个孩子 老大今年肌测完毕 还有人在追他耶 真的假的 那我老公知道了 是 是 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那个追的要多吃蓝莓 你好帅耶 好 好啦 最后最后的题目 藍莓到底跟视力眼镜 有没有关联系 来 请解答 有啊 视力 有关 当你的有啦 有点勉强 我们讲的其实就是花青素的部分 我们刚刚都有提到嘛 你会蓝蓝的 紫紫的 譬如说像紫高粒啊 对不对 紫色的洋葱啊 蓝莓啊 这些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 蔓越没什么 但是其实都是富含花青素的 只是为什么颜色会不同 有没有 刚刚昌明哥有提到 为什么有的红红的 有蓝蓝的 其实你只要有把高粒菜汁炸出来过 你只要加醋让它酸碱值降低 它就是变成红色的 你只要加碱 它就是回到蓝色的 它就像酸碱测试液一样 只是因为刚好在这水果当中 它是比较偏碱性的 如果是像带酸类 它就会呈现红色的颜色 一样都是花青素 一样造成这个颜色成分 都叫花青素 那除此以外 蓝莓里面还有一种 叫做 叫做原花青素 那又不一样 其实花青素跟原花青素 它都是属于生物类 也就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力 那如果以就OPC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在很多科学的期刊 其实它证明 甚至它早来已经是 譬如说视网膜受损的 或是视力各方面等等 它会发觉它可以让你眼球 周围的微血管的 营养供应份好 然后让整个的眼睛 就算已经受损的情况下 它都其实是会有 在医学的鉴定上 它是可以有进步 这么棒喔 只是我们要讲的 我们都以为 买健康食品 那个对眼睛帮助 叫什么叶黄素 那个是指特定 对于黄斑部病变退化的部分 不一样的方向 其实它 因为整个眼睛的健康 不是只有一种营养素而已 那特别叶黄素的部分是指 在譬如说四五十岁 可是现在因为 大家高用眼的关系 有时候有人 三十几岁也开始出现 它是中央视觉 你看一个东西 中央视觉 那是黄斑病的退化 会跟叶黄素 比较有关系 可是整体眼睛里面 包括我刚刚讲的 OPC啊这些 其实它都可以让你的 眼睛的微血管 变得比较健康 抗氧化力 会变得非常的强 就是拜花青素之四 就对了 原花青素 原花青素 花青素也是 可是我们就说它的功效 它的强弱不同 然后我们再来讲就是 它有试验过 譬如说有些人对 暗视觉很差 就是你突然从 亮到暗的时候 你转换 对你在转换的速度 不够快的话 在实验科学证据上 OPC也可以强化 我们眼球有一个叫 四指值的活动力 然后它的活动力比较快 你从亮的到暗的 你的视觉恢复 那我们为什么要训练自己 就亮到暗 亮到暗 亮到暗 有啊 危险 你开车 你开车不是有时候会出隧道 对对对 就我有曾经从室外 要进室内 然后因为那时候阳光太大 因为我会摔倒 就没看到前面有一个东西 檔案呢 因为突然进到黑 那个暗视里面 我就整个打POPC 会像隧道 那很危险 墙光下突然进到暗的隧道 或是到停车场下面 甚至是你夜间开车 你对于低光度之下的视觉 感受力不好 那我们要吃很长期吗 还是吃什么 哪一个莓果类的 这个蓝莓的时候 我只要一直吃 这样就可以了吗 其实Berry都有帮助 但是不要忘记 这是水果类 水果类都 它其实不可以极致 这才是为什么 有时候需要保健品 因为它可以去除糖分的部分 像蓝莓钉 对 只是你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因为蓝莓钉 里面是只是把蓝莓浓缩了 那当然譬如说花青素多少 OPC多少 那才是重点 如果以中医的角度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视力 来眼睛 有没有什么方法 宜萱我们可以靠一些 我们穴道按摩 除了吃蓝莓之外 我们可以靠一些穴道按摩 我们是有教眉毛转竹穴 或者是热毛筋敷衍 发现很多我们家长 会带小朋友到我们中医诊所 去做小朋友预防近似的恶化 那我们会贴耳朵的穴道 所以我今天另外来建议用贴耳穴 来延缓眼睛的老化 延缓我们用眼过度 可以顺便减重吗 我正想讲说 大家想到耳穴想要减重 一致食欲的肌点或咳点 那我们今天来降作眼点 眼睛的点叫眼点 你那个是把千里耳神明的 好大一个 怕镜头不够大 顺风和的 对 就是在这个 我们的耳垂的正下 我们的耳垂的正中央的下面一点 两边都一样 对 两边都一样的眼点 你看 参明兄现在录完节目 头昏脑上 他的耳垂是发红脏的 对 可以讲就压脏了 这都是你诊断 对 你会发现 你这样整个是 是属于这种高张力 高紧抄瘦 你耳垂容易发红 并不是有人想你 因为你都常有欢声 对 就是 因为这耳垂就是我们头部的反应区 所以有时候我们上班之余 这耳垂多压一压 实际上你有压到 也是有压到眼睛 很舒服的 不是不会穿吗 各位上班之余 头昏脑脏 眼睛疲劳 我们现在都讲用眼关系 用眼过度的关系 你就耳垂揉一揉 按揉 提拉 往外拉 往下拉 都蛮有帮助的 对 这眼点 古人说肝开窍于目 所以我们的肝点要贴 那肝点在哪里呢 在我们外厅道的地方 你可以就是稍微的爱自己一点 就是把它弄得多彩多姿一点 今天就是用一个水果的一个 这个用个加倍 另外比较另类的一个吃法 像你这样子 你把它放到你弄裤 會搭成一个冰淇淋 好好吃喔 其实蛮好吃 好清爽 对 很清爽 而且它不油不腻 对 没有油脂 辛香味很够 对 不管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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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